放開 嗨 各位 我們今天來一位見識王美佩麗 趕快去追蹤她的IG支持她 那妳今天哪邊不舒服 我受傷的地方 哪邊 就是那個 三年前那個骨盆 出過車禍 骨盆 所以性骨折 對 然後只要變天的時候 像近期我就覺得非常的痠痛 對 妳可以站起來讓觀眾看一下是哪邊嗎 對 骨盆嘛 這個地方 喔 了解 對 妳有開過刀 有 有 開過兩次 開過兩次 那有異物在裡面嗎 釘子這些 有它是那個心形手術 所以我的那個鋼板在裡面 喔 有鋼板在哪個位置大概 在這個位置 喔 對 在這個位置 對 喔 大概是髖關節這邊 嗯 和咖骨的外側這邊 對 OK OK 了解 好 那我今天不會去碰到它 因為有異物的話 我們整腹是沒辦法放鬆那邊的關節 對 所以我只會幫妳處理 妳這邊 嗯 嗯 肩卡關節這邊 這一塊 嗯 對 去幫妳放鬆它 對 因為其實放鬆這邊之後 呃 如果有高低的話 其實也會幫忙放鬆 OK 好 那還有哪邊嗎 就是最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對 最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 先站過來 鬆手抱頭放下脖子 好 頭低 先延展一下你的胸椎喔 來搓搓往內 把他鬆開 喔 很卡捏 再來 到底 放鬆 好 手放下 跟著歪歪的貼皮一下 來放鬆 好糖 還好嗎 還好 好手放下 來這邊做 好 再來 胸肋關節幫妳放鬆一下 好 來放鬆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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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哈哈 會死掉 好 哇妳的 其實妳這邊 右側的胸肋關節是比較高的 這邊比較低 因為有脊椎側 對 就會 影響到這個 妳應該是很久了吧 對 對 從小就有 從小就有 所以才會導致這樣子 發育這邊會比較高 這邊會比較低 這樣子影響的成長會影響大小奶嗎 欸 大小奶 那可能要請他 嗨 沒有啦 沒有 來 這邊 酸 最近就是不舒服這邊 好酸 超酸 但妳鋼板是在這邊 對對對 對啊 所以這裡 因為這邊太緊繃 也會影響到 這邊的臀大肌 對 然後還有這邊的健咖關節 也是有歪斜的情況 對 好來幫妳放鬆它 看一下她腳 還在練習那個踢水 哈哈哈哈 這堂是游泳 哈哈哈哈 哇 怎麼那麼緊啊 好 好來 再來好這邊 來 放鬆 嘖 嘖 嘖 嘿嘿 再來 欸 腳放鬆 這個 鐵屁屁 哈哈哈哈 鋼鐵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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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就比較沒什麼感覺 對 左邊嘛 來 來 放鬆 放鬆 來 加油 3 2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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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壓起來沒那麼痛喔 哈囉 我問妳 還會有點痠 還會有點痠 但是沒那麼痛了 嗯 對不對 這邊 這邊最多 這邊 一點點但還好 不太重要 這邊比較 那一隻腳放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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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療癒的聲音 套用一句話 你這個爛屁股 你是爛屁股 休息一下 記得訂閱摩根老師 呦 聲音很震撼 噢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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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好 往下躺一點 整個把它延展開有沒有 好 站起來感受一下你的腰 就這邊 是不是沒那麼緊繃 沒那麼痛 對 就痠痛感 就沒有那麼強烈 沒那麼強烈 那我們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做一下這隻腳 翹到這邊 這樣子嗎 對 翹上來 對 這樣翹上來 沒錯 好 這有前臂啊 放在這邊的手肘 這邊的前臂 放在這邊的膝蓋 好 這邊 前臂在這裡 所以是整個人過來 對 沒錯 手再往後一點 好 來 身體往下彎 3 2 1 GO 往下彎 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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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往下 對 流往下 有沒有覺得很痠 會 就是剛剛你痛的地方很痠嗎 對 那個就是在伸展你的臀大肌 OK 對 所以平常如果你覺得不舒服很緊繃 對 做這個動作 可以幫助它伸展 好 好 今天到這邊結束了 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謝謝 下次見 掰掰